你好 警察 收拾票 收拾票 来 收拾票 知道什么事吗 在住家门口被搭配远警包围 男子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只能放下手上的包包和咖啡 乖乖配合 跟着他进到租屋处内搜索 宛如来到室内植物园 但架上这一堆盆栽 其实通通都是大麻 这间房不住人 全部成为大麻栽培场 秘密妈妈摆满警局的政务桌 警方扣回的大麻活猪 多达467株 算一算价值上益 同时扣到各种栽种工具 但当初就是因为这些盆栽 种在大楼屋内 刺鼻味让邻居受不了检举 警方追查之后 待时机成熟 先前往嫌犯 位于新北市淡海新市镇 移动大楼内的租屋处搜索 在里面搜出120株大麻盆栽 但进一步调查发现 他的植物园不止一处 巴黎另一栋大楼也有栽种场 搜出347株大麻活猪 市价超过1.2亿 原来这名有诈欺毒品前科 无业的料性男子 趁疫情期间网购大麻种子 在上网自学种植 这回则是在警方的 青楼专案底下 归功于他29岁的张诗勇 是淡水分局中正路派出所远警 也是派出所内 青楼专案的负责人 这回弃毒有功 也获搬国家警光奖 就闻到这些怪味道 然后也常常看到说 那个住户搬着那个 种植类的盆栽的一些器具 我们有问他说 在另外一处是不是还有 在种植大麻这个情形 那一开始他是否认 然后我们就慢慢地 把一些证据拿出来给他看 毕竟很多大陆保全都不爱配合 导致青楼专案执行不易 多亏计算远警 掌握到犯罪证据 破获大型大麻园 留下漂亮成绩 TVBS新闻林玉米还关于新闻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